你说我割韭菜 国家有难的时候 我一共全是500万 我当天要boss的品牌服装 我连XXXX都没有 我全部下档 居然有何难 你说我是吗 随着直播带货越来越火 不少明星也纷纷下海 就连流量小生黄子涛 也开启了自己的直播带货首站 并且创下了4小时1.2亿的记录 最终结束突破2亿 成绩可谓是非常好的了 于是评论区就有不少人说 他是明星来割韭菜的 也有人说他是接不到代言 所以才跑去带货 话说得很难听 换成别的明星 可能也就忍了 记得之前张成光还被骂哭过 不过这次碰到的可是黄子涛 他直接开足火力 怒对网友 直播中黄子涛看到恶评 直接就说感觉这样非常酷 因为他从出道就非常受争议 但没人关注才是最可怜的 他表示对这些恶评毫不在意 说随便算我 再怎么算我 你也永远无法超越我 之后黄子涛开启了手指屏幕 愤怒输出的过程 他怒吼 你从哪个角度能算我 从明星到做老板 你都不能算我 他还质问道 4小时1.2亿 你觉得多吗 他表示他对数字毫不在意 只要网友在他直播间买得开心 就是最大的幸福 只要是我坚持要做的 我百分之百投入我所有的心血 你可以吗 我可以24小时 你坚持我的工作 拍戏演细唱歌 水歌 选品 我都可以做 我可以不休息 我连上这种工作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最后的这种工作成功 因为你们今天买得开心 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不得不说 黄子涛这一顿咆哮式输出 还是很有效果的 有人甚至因为黄子涛 想下载他直播的短视频平台APP 而且此前的河南暴雨时 黄子涛率先捐出300万 而后又将自己的品牌服装全部下架 捐给河南 收获了一致好评 所以这次他拿这点来怒对恶评 也得到了不少网友的支持 这次怒对恶评也不是他一时兴起 也不是为了什么热度 只要你了解他 你就会知道 他其实一直都是这么刚 前段时间还因为对粉丝 登上了微博热搜 因为粉丝不满意黄子涛的造型 就集体声讨工作室 于是黄子涛连发了好几条微博 来表达自己对粉丝 指使点点的不满 杨涛以后什么照片都不拍了 还表示工作室的人 没有办法决定他 他所有的造型都是自己决定的 有人支持 有人反对 还有人说 他只敢在窝里哼 那你可就大错特错了 黄子涛在参加综艺 真正男子汉时 就跟教官起了冲突 如果不是录节目 那种氛围总感觉 马上就要动手了 因为他的眼睛中进了东西 于是就把头盔取下来 向工作人员咬纸巾 但教官要求他三秒钟把头盔戴上 黄子涛回队三秒钟戴不上 气氛瞬间凝固 教官罚他用部队的方式 做八个俯卧撑 谁知道做了一半才发现 是八个八拍的俯卧撑 于是黄子涛瞬间不干了 眼睛瞪着教官 眼神犀利 气氛又瞬间冰冻 好在最后队员一起努力 化解了尴尬 后来参加创造101 节目中有人受伤摔倒 现场却依旧纷乱 黄子涛愤怒至极 节目现场当场发飙 这番话说完之后 现场鸭雀无声 从这几件事中可以看出 黄子涛本身就是这种性格 喜欢他的人说他真性情 不喜欢他的人说他耍大牌 我们管不住悠悠众口 也许他只是说出了许多人心中 不敢说的话吧 但他也不是上一个综艺 就跟别人发脾气的人 跟他熟悉起来之后 也会发现 他其实也是个有趣的人 在节目中他猜粉丝的年龄 结果不小心得罪了人家 这看起来也是很有求生意 当再次问到他们是否结婚 有一个粉丝大胆的说道 这不等你的吗 黄子涛丝毫没有害羞 直接对过去 你做梦呢 天天想什么呢 不得不说 他真的是个很有趣的人 再加上他说话自带轻道口音 就会让好笑的程度 再上一层楼 所以其实黄子涛并没有立什么人设 他展示的每一面 都是最真实的自己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